2016年 解码财商首推现场版泛财经脱口秀 特邀正在创新创业路上行走的创业者 我们站在嘉宾身侧面对他所面对的问题 以一颗人们关怀的心 共同审视选择的利弊得失 在取舍间闪现智慧 在抉择中凸显人性 我们不用世俗的成功定义质疑他 只为个体生命的精彩而喝彩 好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毅 来自微堂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健康和医疗的升级 网易 微堂首席营销官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硕士 曾在百姓网任职七年 拥有丰富的互联网营销经验 当我们哪怕生了一点小病的时候 我们跑到医院里去 基本上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叫做排队两小时 和医生通话两分钟 如果当我们遇到了一种绝症 或者说遇到了一个 将和你伴随一生的这样的病的时候 你又是什么感觉呢 说实话 我的切身的体会叫做无力感 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病 叫做慢性病 这种病来的时候 可能是那么的悄无声息 它就降临在你的身上 可怕的一点是 它可能会伴随你很长时间 甚至是伴随你一辈子 说到医疗这个话题 我相信医疗这个词 应该和我们每个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在医院的产房里 而离开这个世界 应该是在医院的病房当中 当我们每个人 都处在健康状态的时候 可能我们觉得 医疗这个词离我会非常的远 但是当你出现健康状况 或者你的亲人 出现健康状况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子呢 说实话 我自己的切身感受 叫做无力感 因为非常的不幸 在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被查出了 肺癌的晚期 说实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 放在那个情景之中 应该就这三个字 无力感 你会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 有没有可能去治愈这个病 或者说延缓他的痛苦 甚至哪怕一点点生命的时间 但是病我可能 不会给你这个时间 半年左右的时间 母亲就离我而去了 这是绝症带给我 深深的无力感 但除了绝症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病 也会给我们带来无力感 叫做慢性病 慢性病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可能是那么的悄无声息 你可能觉得一开始没什么 但是它可怕之处 又在于它会一辈子跟着你 这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和它和谐共处 比如说你用一个健康的心态 来面对它 或者用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案 用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来去对待它的话 有可能它不会给你造成什么 如果你不这样做 对不起 越来越多的并发症 会把你拖入到一个 非常大的深渊里面 一个疾病的深渊 会把你越拖越深 可能给你带来 更不好的一些健康的状况 因为我们是做糖尿病的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糖尿病的一些的数据 这个是中华医学会 糖尿病学分会 在2013年的一个数据 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 目前有1.14个亿 但其中只有40%的人 得到了确诊 也就是说还有60%的人 其实有血糖问题 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同时在20岁以上的发病率 达到了9.7% 所以10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会有血糖问题 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 但是它带来的诸多的并发症 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由于视网膜的病变 所产生的失明 糖尿病的病足 所产生的节肢 还包括肾 神经 以及心脑血管 所带来的各种的并发症 将会直接影响 你的生命的健康 根据2011年的 全球的数字表明 那一年里面 有460万人死于糖尿病 这意味着每7秒 就有一个人 因为糖尿病而死亡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 而且中国每年 花在糖尿病上 相关的医疗的费用 有多少 1700亿人民币 占据了中国 整个医疗消费的13%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负担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我们有的资源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的内分泌科的医生 只有2到3万 1.14亿 对2到3万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我们说的 排队2小时 通话5分钟 甚至在很多的内分泌科 连5分钟都没有 那面对这样的一种 我们称之为 医疗资源的这样困境 我们要做的 第一个升级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称之为 叫医疗资源的升级 现在中国推行的 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叫做分级诊疗 对不对 分级诊疗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些小的病 慢性的常规的病 不是急的病 大家不要跑到三甲医院里去 可以先去社区医院 然后一级一级来去看 这样才能达到 医疗资源更好的配置 但我们要强调的是 其实互联网医疗 是最大程度的分级质量 大家可以想象一种场景 普通的内分泌科医生 在医院里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患者 但我可以打造一个团队的模式 一个医生 配上几个健康顾问 再配上几个营养师 甚至有运动的指导专家 他们一起来给你做这个服务 医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盯着你 但是我的健康咨询顾问 有这个时间 医生要做什么 制定你一个整个方案就可以了 天天盯着你的是健康顾问 他来给你做心理的疏导 他来给你做日常的监督 日常这种 比如说运动和饮食方案的制定 他来帮你去做 这样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极大的提高了 医生的服务的半径 大家可以想象 以前一个医生 在医院里 从早到晚 连上厕所和喝水的时间 都非常珍贵的情况下 能看100个门诊的患者 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 但我们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极大的扩大他的服务半径 这其实我们要通过互联网方式 来做的第一个资源的升级 我们称之为医疗资源的升级 好我们再聊聊第二个话题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医院里的话 一般是为什么东西付钱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去了医院 挂号的时候要付钱 然后医生给你开了一大堆单子 对不对 干嘛去 检测 所有的检测 所有的东西要付钱 然后你回来之后 给你开了个处方 去拿药 买药的时候要付钱 然后要做手术 做手术的时候付钱 回来有康复 康复时候付钱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在为一个一个的 医疗服务项目本身付钱 对不对 但是我去医院不是去餐馆 我不是说我想花钱 吃更多的东西 我花了钱 我可以吃到更多美味的菜肴 我不是去一个SPA的会所 我花了钱 我可以享受更多的时间 没有人去医院想说 我要看过所有的科室 我才赚了 对不对 我做手术时间越长 我就赚了 对不对 没有人会这个想法 我想的是我要健康 我不希望去 不希望来享受相关的这种诊疗 我要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这又会带来一个 有意思的矛盾 如果我们把医疗机构 想象成一种商业组织的话 它的目的是什么 让消费者消费更多的项目 他才能赚钱 对不对 但消费者的利益是什么呢 是对不起 我要健康 我最好不消费那些 这是一个天然的矛盾 这就是现在医疗机构和患者 站在对立面 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设计一种方式来去解决它呢 当然有可能 这其实就我们说的第二个升级 就是我们关键的升级 我究竟在为什么付钱 可能过去的两三年里 大家都说互联网是批狼 很多的传统行业人在敬畏互联网 但是我现在深深的体验是 作为互联网要更敬畏传统行业 尤其是像医疗这样的严肃的 有非常深刻沉淀的行业 我们每个人也在升级 所以我觉得这是创业 给我们带来乐趣和好处 最后呢 有一张图 想给大家讲一讲 未来升级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未来的这个世界 大家其实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我们身上有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的这样一个 医学的服务方法 也会和很多的智能硬件做结合 比如说一个血糖印记录之后 直接血糖印里面有一个芯片 它可以把数据直接传到你的手机上 然后医生呢 可以利用整个的医学隐形的平台 来给患者做更好的决策 比如说我可以知道这个患者 从头到尾的所有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不再被脱落 然后可以给他更好的医学建议 甚至说我可以用大数据的方法 来去针对中国的患者的人群 来去有更好的药的研发 或者说有更好的保险模型的测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线上线下 也就是院内和院外的结合 这是什么意思 当一个患者 他在医院的时候 他可能住院 住院结果之后 他离开之后 可能医院就数据都拿不到了 我们一专业词叫脱落掉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结合方式 把患者在院内的数据 和院外的数据结合起来 他可以一直跟着这个医生 或者他背后的一个团队 来给他做诊疗 当然如果他在院外的时候 我们一旦发现了数据的突然的异常 我可以及时的来告诉他 不用到最危险的那一刻再告诉他 你可以及时去哪个医院就诊 我们从线上也可以引导到线下 在院外引导到院内 这种的结合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在医学上的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 还是在信念上的 我们希望能够赋予这种支持 当然我们也希望全社会 和我们每一个人 也给予我们这种支持 一起做好我们这次健康 和医疗的升级 好的 我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嘉宾王毅认为 陈迟小猪短租创始人兼CEO 互产科医生出身 2003年进入互联网行业 已完成6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为什么我可以打开门 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来 我的同事可以把自己的车门打开 让一个陌生人坐到他的护驾 去实现这种分享 真的像有些人说的 只是人的观念发生变化了吗 我们认为不是 我们认为人的观念的变化 其实只是一个结果 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它真正的去推动了分享的发展 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这各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是科技 分享其实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我到上海的同时 今天我的家里 大家看到屏幕后面是我的家 它是一个富士的 一个两层楼的一个房子 这时候有一个 我从来没有认识 从来没见过面的人 陌生人 他今天住到我的家里 而我现今在上海 今天早上我下飞机的时候 他给我电话来说 他希望把他入住的时间 从下午的两点 提前到中午的十二点 就是说我拿起手机 通过手机 给他的这个智能门锁的密码 从下午的两点 改到了中午的十二点 这时候 他正在我的沙发上 可能在看电视 这个大的投影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他家在北京的回龙观 他每天是要开车到 资村路上班 他是把自己每天上班的线路 发到了一个送通车的软件上面 然后他每天上班 可以选一个乘客 坐在他的副驾上 一起到资村路 他每一次可以收 大概三十到四十块钱 而且按照北京的 这个交通的规定 他每周有一天是现行的 现行的那一天 他也通过这个软件 变成一个乘客 去坐到一个 他从不认识的人的车的 副驾驶上 这样去完成 他一天的通勤 今天我下飞机的时候 我看见很多人 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 也是打开不同的APP 在找专车的司机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在机场的出租车的后车区 去等那个出租车 所以分享看起来 已经无时无刻的在发生 但是在三年前 四年前 远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回想我们三年多 四年前创业的时候 我坐飞机回到了 我的家乡成都 我在那儿成长 在那儿读书 我有很多很多的同学 我大概是邀请了 接近二十个同学 一起来聚餐 然后给他们讲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大家一听 说你都疯掉了 在中国这样的现实环境里面 人和人之间哪有互信 怎么可能把门打开 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来 然后我再说 你们能不能这样做 同学们都不说话了 为什么三年前你们不接受 三年后接受呢 他说我们的观念变了 真的是观念变了吗 其实不是 三年前说观念不接受 和三年后说观念接受的人 其实都在犯同样的错误 大家知道一本书叫做 创新的扩散 一个创新的事情 被社会成员的接受 是需要不断不断在人群中 一点一点地扩散 另一本书叫做 爆破点的一本书 它里面提到很多的法则 其中一个法则叫 环境威力的法则 它认为人是被环境改变的 所以说人的观念的改变 其实只是结果 真正推动创新 被接受的那些动力 是在现象下面 很深处需要去动产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 让三年前 分享十一件极其难以接受的事 到了三年四年以后 变成了一件极其普通 有人在分享自己的车 分享自己的房 当然更多的用户 在使用别人的房 使用别人的车 什么推动了这些改变 我告诉大家 是科技 和人类历史上 那些重大的改变一样 都是科技的革新 推动了这些发展 那么科技 到底是怎么改变了 我们的这个观念 怎么推动了 人和人之间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是车 是房 未来可能还有车位 还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可以进行分享 所以我们分享 是要有物质基础的 我们过去的三十年 所有的建筑的体量 是超过了中国 五千年历史上 所有建筑体量的总和 在房地产领域 今天我们谈的事情是什么 是去库存了 而不是大家说 房子的绝对量不够 一家有一辆汽车 两辆汽车 甚至三辆汽车 也不少见 物质极其的繁盛 它来自于是什么 来自于工业化 接近两百年的积累 从蒸汽机 到电气革命 到互联网 从基础科学 到运用科学 极大的提高了人 对世界的认知 生产率的提高 所以今天 我们有大量的物质 可以去分享 那么怎么能实现 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 比如我家里 那个现在住的这个房客 我们从来不认识 什么东西使我们连接在一起 然后相互去判断 相互去决策 接纳对方 是什么东西让它发生呢 我们认为是 互联网实现的端道端的连接 使务前例的实现 在全局的陌生社会里 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 可以去分享彼此的房子和车子 这种链接是怎么产生的呢 大家知道互联网最开始 是什么和什么的连接 是人和信息的连接 最后发展到人和商品的连接 到今天 它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是实现了端到端 人到人的连接 但是端到端 人到人的连接 不是指你拿着一个电话 和另外一个人能通话 你拿着你的手机 通过微信 可以和你的朋友去聊天 它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 我们在互联网之前 大家知道我们的通信 很多是要通过信件去沟通 到后来是通过电话去沟通 电话出现的时候是有终端 但是终端是固定的 它是不能移动的 而且它的覆盖率 其实最开始也不是足够的高 另外这个网络存在的东西 其实是有限的 只能是人和人的声音 那么到今天 大家知道在移动互联网 这个网络首先是无处不在了 它和PC时代的那个固定的网络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任何一个空间 都可以介入到网络里面 那么终端呢 终端不再是电话 也不再是PC的电脑 它变成了人手一部的手机 所以在空间和时间上面 每个人可以非常轻松地 介入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 和你所需要的信息 和需要的人连接在一起 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去分享你的地理位置 不然怎么可能产生 拼车的这种应用 专车这种应用 所以说除了空间和时间以外 是因为今天所有的信息 都开始在线化 所以无处无在的数据化 在线化 能实现一个人和人之间 端到端的一个充分的连接 才能让双方去做 充分的沟通决策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在线和连接 包括你的支付的账号 你通过Uber去打了车 你可以什么都不付 你就走了 这个自动就扣款了 这也是连接的一个表现 所以今天互联网 发展到第三个阶段 实现了真正端到端的连接的时候 很多神奇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 很多商业模式会被改变 甚至可以站在 后工业化时代的高度上说 工业化时代的某些使命 已经结束了 后工业化时代的 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 即将产生 这种产生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是 端到端 人到人的连接 第三个 我们有了物质进行分享 我们有了互联网帮 人和人端到端进行连接 但是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 怎么能够相互信任地去分享 彼此的资源 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 PC时代时有一句很有名的句话 你怎么知道 电脑后面的不是一只狗呢 但是在今天 人和人之间能去分享 我今天在上海 我可以把自己的房子 放心地交给我从来没见过的人 为什么呢 背后有非常有趣的原因 是因为分享经济背后 已经有一套全新的信用体系 我想起罗振宇讲的一个故事 他说以前在山西的钱庄 把钱借给了当地的人 如果当地人最后还不起 他在这个钱庄面前去磕三个头 这个债务就可以免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人一直要生活在这个小的圈子里面 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家族 如果还不起钱 有可能这个家族在未来的几十年上百年 在这个圈子里面 或者在这个区域里面都抬不起头 所有的人的信誉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在熟人社会 其实有一套 它运行得很好的一套信用体系 但是它局限于熟人社会的 那个社会的模型 出了这个熟人社会 这套信用体系就不管用了 到今天 我们以第二代身份证系统为所扣的 这套信用体系 已经开始逐渐地建立起来 每个人的身份放到二代身份证系统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唯一的ID 这ID因为有芯片 可以直接和系统和数据库去接入 它可读可写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全局陌生人社会里面 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和你的身份的ID相索扣 类似于熟人社会的那个信用的机制 在全局的陌生人社会又得以重建 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大家都知道是说 我欠了别人的钱 在古时候 它是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不还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信用记录会害得他和他的家族 非常非常的惨 那么在今天的新的闭环里面 即使是一个陌生的社会 每个人也会知道自己的信用 和自己的身份的ID是索扣的 这个系统会奖励他 也会惩罚他 这就是新的信用体系 对社会的改造 对人的行为的改造 对人从利己向利他行为的转变的 重大的改变 那么科技改变了人类 科技在将来还会更深刻地影响人类 让我们的生产效率更高 我们生产更多的物资 让人和人之间可以更加地互信 人和人之间可以去分享彼此的资源 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地美好 相信那一天肯定会到来 谢谢大家